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分享一下 有一個叫Zunker的人在4chan透露了或者流出了一些Pokemon的新作情報 今次也想分享給大家 昨天的直播, 即是在26號直播, 都跟大家講過或者看過 但可能有些人未看, 我都在這裡分享一下 首先講一講, 這個也是百度貼班的一個文章 所以我就貼了一個, 百度的原文章, 那個網址就會在簡介那裡 那就開始了 還有先講完, 在27號的晚上, 大約10點 就會有一個發佈會, 到時我也會直播 到時就在另一個頻道直播,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會跟大家一起看 好, 首先講一講, 這些無關的問題和回答 Zunker要求各種圖片回覆章被跳過, 即是那些普通東西, 那就來了 其實這個Zunker是透露新作情報的人 以下其實在4chan, 這個人在4chan回答一些網民的對答過程和一些問題 這個就會收落在下面這裏 註解那些就是由百度翻譯員的註解, 就不是我註解的 好了, 首先第一樣的問題, 草宇三家是甚麼呢 他就回答草宇三家是一個 寬, 這個寬類 即是食肉木油科 大致上是一隻四腳爬爬, 又是油鼠那類 好, 暴雨類動物 暴雨類動物, 廣泛在歐亞地區, 古畢界, 森林, 草原 這個遊戲的標題是甚麼呢? King or Queen 這裡其實可以推斷出國王與女王, 比較是一些皇室的地區 因為其實Pokemon每代都有不同的地區 好, 這個月何時會公佈, 這個就是27號 27號的晚上, 這裡也不看了 OK, 有多少隻精靈 比亞羅拉和卡羅斯多, 比合眾少的 亞羅拉和卡羅斯大約70至80隻 合眾是120至130左右 你當新地區有一個範圍是85至100左右 或者110左右 後來發送, 封面神是904和905 你可以藉著904和905去推斷出 有多少隻蟲呢? 你可以由上一代的一個 阿羅拉 阿羅拉 阿羅拉地區 然後呢 那個編碼 圖鑑 圖鑑編號 然後呢, 再去... 去到... 至到904 對, 至到905 對, 即是阿羅拉地區 最後那個圖鑑編號 去到905 那你就可以推斷出有多少個 那大約是有... 100隻左右 對, 100隻左右 那... 那... 未算他之後會不會有蟲呢? 因為封面神的話呢 後面可能會有906、907這些 那... 但就... 不清楚了 那你當他有100隻左右吧 那... 有沒有新的衣服會進化? 好遺憾地是沒有的 那... 得到一個單獨的直面會 用於這個精靈公佈 那...即是這個發佈會 會不會有一個... 對, 那... 半精實, OK 那火羽三家是什麼呢? 那火羽三家是公的綿養 那為什麼他會強調公的綿養呢? 那可能代表就是火羽三家設計 偏向於紅聖 那... 那怎麼為偏向紅聖呢? 那可能是直覺呢 特別... 特別收場 特別強壯 那... 所以就特別強調公的綿養 那火羽三家這隻 那將是一個開放世界遊戲嗎? 不是傳統異常 也就是說... 你冒險的順序完全取決於你自己和你所選擇的 那這裡呢 他就沒有正面回答 但是就... 引用... 延伸出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是... 冒險的順序完全取決於你自己 就是說意味著其實他新一代 有機會的自由度是大過以往 亦都是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突破 一個新的系統之類 精靈情人之士一個提示 那這些不是啦 好了, 那第二部份 水羽三家是什麼? 水羽三家是一隻翠鳥型 翠鳥科的精靈 翠鳥科的動物 那... 普通翠鳥 最典型的其實是一隻翠鳥來的 生活在海濱一帶和水道的漁港 在歐亞地區東南亞印度那裡出現的 好了 那其實呢可以透過在... 陶鑑... 即是透過這些羽三家 知道新作的地區 因為大多數都是有關係的 他生活在歐亞地區 可以看得出他有機會在澳洲那類 澳洲或者是... 英國、法國那些 英國、法國那類的地方 即是新作的地區 好 第一個道館是什麼樣的? 沒辦法回答 你的道館管主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樣 一切都是取決於自己選擇的道路 那這裡也是剛才那句 自由度將會大大提升 可以自己選擇 想打哪個管主都有這個可能性 好 那... Mega進化 Z招式這些自閉世代噱頭是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 有些精靈的內心深處 打甲帶著古魯的靈魂 也許有這個各個 這種力量可以以某種方式被利用 不清楚說什麼 從後來回答來看 傳說這裡說的精靈 可能是封面性 也可能是普通精靈 我不知道 這次的捕捉形式是鑑於Let's Go 還是傳統呢? 就可以跳過這個問題 再次確認 GF已經聲稱它是一個傳統遊戲 因為Let's Go是一款獨立的主系列 即是說不會採用Let's Go那種形式 OK 圖像如何 除了尾 不知道要這樣形容 大致上都是這樣 你不會特地說好樣子 好 為什麼遊戲會被稱為國王和女王 皇室在這遊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曾經學視這些遊戲中的傳說 以國王和女王身份統治地區 即是說其實傳說中的精靈 就是以國王和女王的身份 或者是一個象徵著國王和女王的一個動物 對 動物 因為Pokémon大部分都是動物 好 反派組織如何 他們希望保留傳說中精靈 統治這個古老時光 這個... 這個其實我不太清楚說什麼 這裡都是非 這個地區名稱第一個字母是M 目前所有地區尾版的首個都是KJHSUKA 對應關東、成都、風圓、神路、合縱、卡羅斯和阿羅拉 發售日期11月22日 以往的Pokémon新作都是出售於秋季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這個也是一個定律 好 這個地區將會基於什麼地方英國嗎? 這個地區似乎不是基於單一一個原點 這一個答案 或者一個對答可以表示 可以顯示出 其實新作的地區 未必只是一個地區 即是它會以往... 以往就是可能是... 只會是日本啊 或者是一個... 呃... 還有些什麼呢? 法國啊那些 那這次可能是英國再加其他 因為有很多顯示都顯示出 新作的地區就是英國來的 對啦 憑說不可能是英國的事 卻表明新作基於不止一個國家地區 好了 到第三部分了 那封面神是什麼呢? 我知道它是以國王和女王 但是是什麼動物或者是什麼生物呢? 好像國有卡是鯨魚 烈空作是龍一般的蛇等等 它原型是狼 狼就是代表國王就是... 藍 雙竹飛龍就是女王 大致上應該... 新作就是狼 就是它有分兩個版本 都是跟二王一樣 就是狼和飛龍 好 與同事的郵件得知 封面神被稱這隻 我不懂得讀這些 可能是國王把封面神 屬性的話 前者是妖精惡系 後者是龍幹 那妖精惡的話 想想想 妖精惡好像是... 沒有啊 據我所知 不清楚 但是龍幹有 就是狼卡... 帝雅路卡 好 考究名才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個... LOU就是這隻狼 有著靈魂的意思 來自古英語 勞家區 室內加以西北部 西北部是一個行政 它曾經是法國殖民地 有機會新代都可能有關於法國的一些地方 你會發現到 可能是一些法國有的一些聖地 在Pokémon出現 或者一個參考都有的 LOP 不知道是什麼語 奧克 奧克希當語 有狼的意思 這種語言主要在法國加泰羅尼亞 意大利被使用 上次GF就是它的公司 曾經探訪法國南部 並且研究古法國文明和歷史 OK 好 到這個雙竹飛龍 在眾多西方龍之中 被描繪為龍刺龍大細小 有雙竹 爪子如飛琴 雙翼匹倫 美身道次之類 只為王衛軍當政 統治主宰 OK 都是代表他有一定的權力 去主宰 統治這個地區 好了 這些不理了 會有四大天王和冠軍嗎? 不會有四天王和冠軍嗎? 今次獲得徽章的高潮是完全不一樣 即是可以說是另一個劇情發展 即是沒有四天王和冠軍 但有管主也是有的 不是那種七代 噢 不是那種七代換過名字 繼續存在就是系列的一大突破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只是換過名字 繼續下去 其實是一個新的大突破 即是因為以往都是打冠軍和四天王 但今次如果是沒有四天王和冠軍 以及以新的形式去演繹的話 那就有一個新的大突破了 遊戲將充滿過程和狗屁 狗屁教程還是遊戲真理會更好 有過場動畫 有個選項可以跳過 七代發售以來不斷被人吐槽 OK 這些不理了 有用於暗示挑逗身在任何的神奧參照物 OK這些都不理了 是否所有管主都得到角色發展 以及情節上的重要性 或者他們只自在那裡等我們與他們戰鬥 只有兩個對故事情節很重要 即是說一些 只有兩個管主對劇情比較重要之外 其餘都沒有什麼特別 可能是對於劇情上故事上 可能有一個鋪排的 另外那六個就沒有牽涉到劇情 可能就是這樣 競爭對手如何 不確定完全取決於玩家 精靈會跟著訓練師 僅僅之後預三家 跟隨之後 Let's Go Pokemon 比加超和伊貝的特色 不會這個繼承的 圖像可以來自沙爾達傳說 或者Pokemon Let's Go 媽 兩隻街飛看起來 有自己的風格 實在令人平息 新作畫面 有沒有打破了一路遵從的任何規則 OK 他們是傳統的精靈遊戲 不是被之前的四款畫滲 這裡不管了 傳統但是可能不遷創一 如何傳統 之前提到的變革難度不算創新 OK 博士以什麼名名東青 他的名字是Holy 此處是指歐洲的東青 是一種原產於西歐、南歐的東青 聖誕樹常用樹木之一 最後一部分 我們來到 我們有沒有可能得到一隻 性感的蜘蛛精靈呢 沒有 恐怕不幸 有一隻蜘蛛雖然狠狠 但狠狠危險 這句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我們其實有一隻蜘蛛精靈 是阿里多斯 金文版 可不可以得到一些 辛辣刺激的雙肉屬性組合 這些其實挺有趣的 這些問題 有一些新的組合 有一隻是草加火的精靈 對來救辛辣刺激 其實 再討論一下草加火 這裡先討論一下 草加火比較上是一個干擾型 火系就是蜘蛛型的輸出型 這兩隻加起來 是擁有著干擾和輸出的作用 因為草大多數都是干擾技比較多 另外火系就是 不用問一定是火 輸出比較強 大火推 或者是大自燒 噴射火炎都非常強勁 草的話也有些干擾技非常強 可能是睡覺 寄身 然後 梅血也可以 光合作用 這些都要看回最後它的特性 因為屬性常來說都可以 但最後都要看回它的特性和種族值 好 下一條 添加了哪些龍種的精靈 龍屬性 對 一時記不起 但相信有五六隻 包括傳說女王 大概 我想 我想 她不算女王都有三隻 或者兩隻以上 好 十三日會面傳聞是真 這些不理了 OK 這些都不理了 這些都不理了 這裡說一說 表示自己和任天堂相關營銷公司 自己也是和任天堂相關營銷公司的一個員工 可以從一些人聽到一些零碎的消息 根據這一點 他的洩露都可能被官方找到甚至控制 畢竟洩露已經是你營銷的一環 這個某程度上我都很同意 因為洩露一些情報可以引起社會關注 更何況這個Pokémon其實是一個影響力非常大的遊戲 或者是一個動畫 好 OK 二周沒有七十或八十級的訓練家 肯難回答 遊戲並沒有真正結束 他會繼續下去 總是有事情要做 OK 即是代表你要生蛋 好 有任何來自歷史上的教遊戲 或者主角一個你認識的人 一個環有世界的偵探 即是可能有兩個人 不知道是指偵探的比家超 還是偵探皮的老豆 還是日月動 出現過的偵探拉奇 好 這些都不管了 我們主要看重要的 但如果你想看的都可以停下 好 到這裡了 這裡我們有沒有得到任何地區形態 或者超級進化 即是Mega進化 地區形態 即是阿羅拉地區 沒有新的地區形態 儘管出現了 沒有新的精靈 Mega進化 OK 不繼承前世代特色 OK 有沒有得踩自行車 即是單車 實際上有一台助力車 又稱之為電動單車 好 有許是為了更大的地圖設計 就像XY為了方便斜角移動 要有一個環鞋 你也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有沒有機會可以在一個更大的地區 因為他做到電動單車的話 好 化石精靈是什麼樣子 這個地區有很多遺跡 即是一些 都涉合古文明的一些遺跡 古文明的遺跡 有很多化石可以得到 甚至是新的化石 有沒有一些 舊有招式和物品加強的 沒有的 是不是有一個傳統的敬敵 最傳統的遊戲一樣 一樣有敬敵 即是有一個MK仔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機會得到一個新的跨代嗎 即是一些舊有的精靈進化 相信有的 只是基於圖像來回答 而他都不知道可能是 一個真正的進化線是怎樣 看來有點像戰武狼 或者是巴爾狼的進化 那戰武狼就是 威嚇那隻 威嚇那隻格鬥 巴爾狼就是 進化戰武狼 其中 即是進化戰武狼的一隻蟲 那他也有一個分支 有兩個分支 可以總共進化三隻蟲 那他如果再加一隻 那就是進化四隻 那他如果再加一隻 那就是進化四隻 OK 我相信你是說快龍家族那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是牛頭人 牛頭人加鬥和岩石屬性 這個屬性是非常之差的 抗性方面 好 訓練家可以來像 這個黑霸和XY的老城 即是那些平均 什麼 即是說一些 訓練家 街外訓練家他們的年齡 這些都不看 好 OK 那大致上就完整個部分 OK 那其實這個情報 我自己 偏向是相信的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Pokemon 你以為他真的流出 其實可能真的 是專門控制著他流出 或者是 真的有 控制到 即是控制他那個 這個 向這個市場流出一些情報 我覺得是一個宣傳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都比較相信 因為之前 Pokemon Let's Go 我曾經出過一段影片 就是Pokemon Let's Go 那些東西 大部分都中了 大部分都中了 所以我這次都會相信 但相不相信都不要緊 距離大約 9個小時至10個小時左右 就有這個發佈會 大家都會去看一下 以及聽一下我的意見 到時我會和大家一起去 看看這個Pokemon新作是如何發展下去的 沒錯 是如何發展下去 那另外 這些將會在今天 就會得到一個求證 是不是真的呢 這些東西 那首先 我自己覺得 英國的地區一定是真的 英國地區 很大機會是真的 那 而 還有另一個地區 可能英國地區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地區一個 他還有說 比成都那些更大的 我記得有一段 但是我找不出來 看看 地區 我記得好像是有比較更大的 成都 關東 找不到 成都 地區 應該是當地圖 北美以後的雙地圖 看看 看看 好 那這裡 我忘記了那個地方 但是他 好像也有說地圖是非常大的 所以都很吸引 而且 他這個情報的流出 是很吸引的 很多地方都吸引我 自由度 遺跡 接著可能是一些 你打到鼓 不用跟次序 這些都很吸引我 還有一些新的精靈屬性 我自己就覺得都 挺好的 但是 所有的情報 所有的資訊 都是由今晚就會 得到一個求證 那我們這次來到這裡 主要都是分享給一些 昨天沒有看直播的人 大概有過一個概念 大概有過 想法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